據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特朗普透露 唐立特朗普總統的兒子巴倫特朗普 此前的中共病毒測試曾經呈陽性 特朗普表示她的兒子狀態還好 據報導10月14日 第一夫人在白宮官方網站上公布了這個消息 並分享了自己感染中共病毒的經歷 特朗普在星期三下午4時13分離開住所 登上空軍1號前 回答了有關小兒子的染疫問題時說 巴倫還好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說 在她和總統的病毒檢測呈陽性後 她立即想到她們14歲的兒子巴倫 她說 令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的是 當時她的檢測結果是陰性 但是正如很多家長在過去幾個月裡都會這樣想 我忍不住這樣想 明天或者是後日會怎樣 當她再次接受檢測時 我的恐懼變成了現實 結果呈陽性 幸運的是 她是一個強壯的少年 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 在某種程度上 我很高興我們三人同時經歷了這一切 這樣我們就可以彼此照顧 花時間在一起 之後她的檢測結果成為陰性 我會不會拍拖我 給我一個多年 我們會拍拖子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會拍拖子